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太趕了,我不記得拍過開頭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我是很多工作 除了觀眾之外,我自己的朋友都會覺得 你一天是當三天這樣用 所以他們都會問我有什麼秘訣 怎樣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 怎樣分配時間 今天我打算拍攝很普遍的一天 不是很廣的行程 我是大約怎樣安排自己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寫下它 我不是說寫得很詳細 但也會說早上我想做些什麼 下午我想做些什麼 接著訊欄,你一直看著 看有什麼還沒做 或者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然後我就會選擇其他東西 可以同時去做的話 做到一個複製作 你就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 例如現在這樣 我是一直在展示 然後我就一直在拍攝 因為我等著它的同時 我沒有工作 所以我就可以拍攝開啟 類似這樣 總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是6點7,要起床 通常拆完牙第一件事 我就會開窗 通一通風 等一下 好,精神一點 來個早上極速護膚 我的時間管理神器 就是 Mano King的30秒 免洗泡泡面膜 之前我也有用過他們 原本這三隻 一開始就覺得很新奇 很有趣 完全沒試過 一擠出來 就是泡泡的面膜 然後用下去 我覺得挺好用的 特別是喜歡 Moist的這一款 妝前用 你擠大約半噴左右 然後呢 你推開它 吸收了 然後你整天 都會感覺到很好的保濕感 然後妝會更貼 就算是冬天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它夠力的 然後呢 最近它新推出了這兩款 是Clear和Repair 我覺得它更適合夏天用 因為那些泡泡吸收完 會更清爽一點 然後早上 我會用Clear比較多 它添加了新一代生物專利成分 即雪草外鼻體 然後還有餘腥草 還有一個叫做 線甘 是高效的抗氧化劑 可以抗菌 消炎 收細毛孔 我自己用下去 就覺得皮膚會更加剔透 還有有彈性 擠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些泡泡的質地 是很軟綿綿的 不用擔心 它的成分是很天然 不是用起泡劑 它是由一個叫做 微囊泡泡技術 將不同的活性精華 變成一些綿密的泡泡 現在日間的天氣 大約半噴就夠了 然後直接塗上面 你會聽到少少炸炸聲 但又不是那些很實的泡泡 我一直在泡泡 立即 30秒 不用 它就已經 開始吸收了 完全不會黏粒 沒有焗促的感覺 現在我就塗防曬 然後去跑步 進去跑步之前 我就會解凍了 一會兒做飯吃的 計控 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我這樣解凍 浸泡的時候 我會下 一斤的鹽 然後拌勻 它變成淡鹽水 浸著 它會軟熟很多 然後就是 跑步要用到的東西 平時我只拿著電話 今天因為我要拿相機 我就帶腳架進去 所以就拿一個包包 它覆光的時候 我也想跑步 希望這個腰包 是我自己習慣接受到 就可以帶過去了 帶上耳機 這個很有趣 拿出來的時候 它是這樣的 摺在耳骨 然後 滑下去 這樣就帶了 現在種的西瓜 已經這麼大個了 然後最近還在種 枝豆 很可愛 它們寶寶的時候 原來已經是有毛的了 我蠻喜歡這個 已經是不會掉的 超實 這裡就是我平時跑步的路 比較靜 沒什麼人 又可以對著海 都蠻舒服的 好 通常呢 我就會跑到這邊 跑到那個艇 就會回頭 跑了這麼久 出汗 臉 還是不黏 都很清爽 所以那個泡泡面 我真的覺得很適合夏天 就算我現在在運動 整身大汗 它都不會有任何黏痴痴的感覺 我應該跑到300米 街市 跑了5.6公里 差不多了 早上這裡 海鮮是超級新鮮 懂得買 一定要去二樓 因為二樓有很多 是早上才會開的檔口 這間的蜜魚窯和蝦窯 我是很喜歡買的 這些鷹瘡是齊齡的 糟了 跟大家逛街市 你在等我嗎 哇 好開心 是不是 我回來了 上班 好了 進去吧 回到雞胸 是完全解凍好了 然後兩塊雞胸都沖沖水 然後拿出一個密實袋 所以把雞胸引一引個 就可以放進去密實袋裡 我在網上看過這隻的密實袋 是可以做低溫的烹調 慢煮 它是內熱的 所以就用這隻了 沿著拍了它 剩下一點開口 然後就壓好空氣 然後就可以拿去蒸了 然後用60度蒸一個小時 正在把握蒸的同時 我就去洗澡和洗頭 有沒有小狗 準備好吃飯了 洗完頭換了衣服 還化了少許妝 我不想整條片都掃眼了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10時16分 星期日 我已經準備了早餐 然後買了少許的菜 跑步 然後洗澡洗頭 再加上洗衣服 淋了花 沒了龍 對 是真的很好用的 早上的時間 而且這些東西是搭著這樣做 好像在同一個時間做很多東西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很充實 今天下午會做些什麼呢 先跟Chopper出去走走走 然後會拍一條影片 拍IG Reels 拍一些Quest Kit的IG Story 開箱的那些 我留了一大堆美影 所以整個下午應該都會做很多事情 講開化妝 給大家看一下 我臉現在的底妝超級貼 我剛剛用了Toner抹一抹 然後直接上妝 完全不會浮粉 今早這麼熱 跑完步 毛孔都張開了 我現在也不會很容易結塊 現在是流汗 因為我的頸已經太熱而敏感了 但是臉的情況 還是很平均 很滑 所以今早用Mano King的泡泡面膜 它真的好像敷了一個面膜 就算出汗 又等等 然後洗完臉 它的敷放是不會倒閉的 它真的保持得很好 這個我也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位置 我現在真的去煮早餐 我們看看雞胸的情況 現在雞胸是極亂極滑 你摸 然後看 按 都會感覺到它是完全乾乾好的狀態 所以待會我會略略地煎兩邊 大約每邊二三十秒左右 這樣就完成了 加上這個鹽 脆脆 我覺得這個椰子味也挺好吃的 我已經感覺到它的彈性 有多汁 對 這個真的很誇張 看不看到它還有彈性 好棒 雞胸可以做到這個境界 我覺得我已經無憾了 時間來到1點3 我們出動了 這麼開心 這麼爽 我們是黃帝狗 坐車車出巡 我們現在去找朋友 還有去街市那裡 再買一點點東西 我們在沒那麼曬的街 就可以讓Chopper逛逛逛 晚一點黃昏 或者吃完飯 不進去了 我們再跟Chopper散步 但是因為它今早沒出來逛 它自己又想出 但是又很熱 然後我們又要買菜 你看 整輛車都勾住了菜 我們用了在台灣買的勾勾 原來勾在Chopper的車裡有多好用 我不記得摘起頭髮 現在又整個人濕透了 這個是Chopper的朋友 在長洲認識的 她們這樣已經很朋友了 你們是同一個姿勢 她也很可愛 超美 她現在只有8個月 我們今天是章魚年牛湯 卻炒完之後的章魚 變得這麼一輪 這兩個小時我又可以做其他事了 完成了這一部分 看到一半的湯就煲好了 看上去已经觉得很浓 来到5点55分 我们上回天台 因为打算摘了茄子 去今晚煮来吃 但是顺便呢 就将一些不好的叶 敷了的都先处理 趁现在还有少少阳光 这个就是我们种出来的茄子 它是足足有两只手 这么大 今晚可以煮你吃 然后时间来到6点15分 我就开始准备我的晚餐 一开二 你过来看看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矮瓜 超完整啊 这个是完美的矮瓜 这个可以拿去烧饭吃 对啊 我现在就把它割花 等于那些酱汁可以进去 开始 吃完饭吃完饭之后我们就看金像像 然后放一放chopper就回家 完成了今天的行程 好了洗完凉洗完面了 今天做了这么多东西 别开玩笑我个人是超级累的 所以在夜晚的 routine 我打算来一个懒人护肤 不想做这么多不同的step 但我没有想过要退而求其次 可以选择而精 选择自己想要的一些功效 配合不同的泡泡面膜 就可以做到一个快速护肤了 好像现在这样 晚上是皮肤的修复期 所以选择这个repair做胆就最适合了 这支repair寻含EGF表皮细胞再生因子 可以加强细胞合成和分泌胶原物质 去滋养皮肤 然后里面还有蜜罗木碎取 可以减缓老化 促进表皮再生 兼且有锁水的能力 然后今天还要这么好天 由跑步、舞龙、放狗 全部都好了 所以我会继续加上今早用过的CLEAR 它里面是有鱼腥草水分 有一个镇静舒缓肌肤的功效 我每款都是半泡的份量 加上一起来用就可以做到一个全能的睡眠膜 我会把它搅拌一搅 然后塗在面上 不需要担心会黏的 不怕黏一搅頭 但你又不会觉得自己像没有塗过东西 极快不需要一分钟 就完成了今天的夜晚肌肉体制 最重要的是早上起床 你没有一种偷懒 不够用 不够力的感觉 没有的 它是保持水润 皮肤很饱满的状态 这也是有观众优惠的 由即日起到5月5日 成为ASM会员 购买CLEAR和REPAIR 30秒免洗泡泡面膜 输入这个优惠码 会享有一个试用价优惠 原价是$220泡泡面膜 现在$180就可以试到 这个真的可以用很久 它的分量真的很少 你每次只这样 你已经可以推到很远 都足够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它很值得 大家去试一下 又快又好用又方便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所有的连续 所有的资讯 我都会放在info box 我都真的要睡觉 因为今天全日做了这么多 这个就是我很日常的routine 可能我放假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你会看到好像不是放假 怎样可以塞到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累是累的 但会觉得很充实很开心 那天的productivity会很高 还有其实我是有休息的时间 不是全部都做事的 所以我都很喜欢这种 早起床 然后做了很多个task 然后下午开始慢慢放慢脚步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 我的一日当两三日用 原来就是这样来的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分享啦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subscribe我channel 拜拜 by bwd6